您好,欢迎成为智慧农业的新伙伴 让天气探长从环境监测、天气预测 辅助您做出更好的农事决策 一同探索作物健康成长 让农事计划战胜天气变化 关于农园天眼站是我们监测环境的最佳利器 依照不同需求提供三款产品规格 监测设备最齐全的全配站 符合大众基本需求的标准站 标准重点监测目标的土壤站 由太阳能板即可提供足够电力 借由物联网传输 全站不需要额外供电与网络 减少安装的限制 为了提高天眼站运作更有效率 安装前请您先协助确认以下事项 一、确认安装位置可以接收4G网络讯号 拿出您的手机查看讯号格 就能进行确认 二、避免周围有高耸的建筑物或大树等 会产生阴影的遮蔽物 这会影响到太阳能供电效果与光照数据的采集 三、安装位置请避开平时农机具作业的路线 避免干扰农物工作 四、为了照相机发挥更大的价值 安装前可以好好选定拍摄的视野与位置 影片中以全配站作为示范教学说明 请依照出货单确认好改测设备的数量与规格后 备好以下工具 我们就开始动手安装咯 首先利用您手边的挖土工具 挖取长宽约各15公分 深度达20公分以上的洞后 建议先将地基跟力柱结合 利用螺母在上跟螺丝在下 反锁固定立柱与地基 并垂直插入洞口 务必注意水平 对准南北方向 以确保地上部的太阳能板朝向北方 再插入两只地钉 用榔头固定 材料包中 螢光色的水平仪 看到气泡停在红圈中心 就表示地基与地面保持水平 最后再将洞口填补复原 表层压上石头 让气象站更加稳固 接着继续往上组装 利用六角扳手先将铝柱中的连接块松开 拉出一半的长度 再插至另一条铝柱中 利用六角扳手选紧固定 将监测设备的滑轨稍微松开一些些 对准力柱的洞口 慢慢往下滑入 若是滑轨的螺丝太紧的话 就不好插进力柱的洞口中咯 请先确认好各项监测设备的 安装顺序跟方向 一旦顺序有错 就需要从头来过咯 第一个是页面温湿度计 请尽量放在与作物页面同高的位置 例如查数大约放在离地面120公分处 水道则是离地面约50公分处 第二个主机盒的位置要距离地面80公分以上 是最佳的收讯位置 第三个照相机的高度与方向 将直接决定拍摄照片的画面 旋转照相机有270度 先确认好拍摄视角 可以让照片更有价值哦 第四和第五是白夜盒和雨亮桶 它的顺序可以依照相机的位置做调换 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这两组仪器的制高点 都需要与力柱同高且保持90度 第六则是太阳能板需要面向南方 调整为阳光照射最多的角度 第七太阳辐射计垂直于立柱顶部 将L转接块插入柱顶 用六角板锁锁索紧 最后再取下黄色保护套 第八风向风树杆 将风向剂跟风树瓢结合 用L型六角板锁索紧固定孔 轻轻触碰 确认旋转顺畅 再将风杆朝向北方 迁入滑轨后索紧螺丝即可 最后把土壤感测仪插入座物根系旁边 水平于地面 请将阑线长入于土壤中 避开浓根机移动的路线 以免造成感测器被切断 最后打开主机盒 将电源线插入两次后 等待约一分钟 确认讯号灯状态 出现一闪一暗的频率 代表正常运作中 除了雨量桶 照相机 太阳能板 有指定的插头座位 其余都是四合一极限插头 并没有指定的位置 左侧的红灯 代表太阳能板正在充电中 接下来 再将线路 全部塞入机盒下方的洞口中 盖上盒板 将机盒外的路线 插入立柱的凹槽处中 接着再将各个仪器设备的接线整理好后 使用压条外 也可以用束带绑紧 这画面是我们过去安装气象站的记录 不妨请您再确认一下 气象站的安装位置 是否符合您的需求与想象 在离开前请记得开通自己的系统账号 为自己的气象站取个名字 还要标记定位它的位置哦 恭喜您完成最后连接的步骤 接下来前往下一站 了解系统教学说明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